王健林再次成为首富,在逼者看来这是宏观的消息,大家都觉得王健林争的前三辈子也花不完,但是他付的债八辈子也还不完。 其实中国那些能站到台面上的富豪们,都是通过负债堆积起来的,没有一个不是负债累累,王健林只不过最典型而已,王健林作为万达的董事长,近期频繁出现在微博热搜上,大又敢抄儿子王思宗要成为网红企业家的节奏啊。 在被问的万达签债的问题,他大方回应,自己虽然负债四千多亿,但是自己的资产只有六千多亿,所以自己的财政完全没任何问题。 王健林在中国企业领生年会做演讲时候,从资产和负债做了对比角度做对比,表明负债四千二百零五亿,其实,万达公司四千二百零五亿元的负债是指预收房款,应付的工程款,预备的储备金,银行贷款等等包含在一起的,不是指万达签银行四千二百零五亿元。 追念2017年,从亚洲首富,到大马城市情,遭受股债双杀,随后海外投资频频受陷,被当局点名制支撑款,实行海外投资,到甩卖市的减资和出卖严重资产。 六百五十亿出卖万达物业,再到万达网课被报裁人,现正一个一小墓地,得王健林从年装在亚洲省富来到年末的市值缩水五百亿,一场大马城市情激发的滑血炉,还能使王健林站起来吗? 也是这段时间,王健林的独子王思聪,在国内成为了最牛的富,二百,王思聪曾经霸气地说过一句话,我不在乎我交的朋友,有没有钱,反正没有我有钱。 对于他来说,所有的钱在他眼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,当时他刚大学毕业的时候,王健林一把手给了五个亿的资金,让他随便玩一玩,而他确实也是有本事的,拿五个亿轻松,就赚了六十个亿,很多人提起他,没有像对待其他的富二代一样,有那种成见和仇夫的心理。 据之前,媒体披露,王健林海外投资到达两千五百亿人民币,这张表就是实锤内容,王健林个人投资的两幅名画毕加索,两个小孩和莫纳税人学与玫瑰,加起来就要四千八百万美元,折合人民币两亿多,其他如收购,英国盛西有请,投资件是轮断达酒店,并购澳大利亚黄金海岸项目珠宝三塔,等都是非常优良的海外资金, 是王健林留给王思聪最安全可靠的优质海外资产,这些可是王思聪使打实能挤成掌控的优质财富,所以说,受死的骆驼逼骂大,这一点绝对是治理您言啊,王健林何止是爸爸建立了,王健林文完全全,是爸爸是最棒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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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